有禅有净土 游如戴脚 在之前那几句 就是无禅有净土和有禅无净土 整个的整句话的看似一下 对我们如果是学禅宗 在净土方面的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修行 禅宗事实上直指就是见信 见信其实在换一个角度 就叫开智慧 就叫开发智慧 净土我们尤其是汉传佛教 但要讲净土 汉传佛教就是持民为主了 当然净土不是单以持民为主 但汉传佛教他就能视线持民 表示大家都知道净土 其实就是明目 就是明目要知道 一个人在开智慧的时候 是没有明目 你是开不了智慧的 你再去讲华言的境界 华言的意海 那都是要你知道 原来那个意海就全出于一个圣人的明目 对不对 所以讲尽一切智慧 讲尽一切世间的作用 他其实就是给你讲一个 不是圣就是贤 那个名字而已 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算修尽一些方法 你用尽一些心心力 但是你心中没有方向 将来也很难以成就的 所以常常说 你有禅要是没有净土 就是跟你讲 你要是开智慧 有智慧却没有明目 那将来使人走错路的 那都是走错路的东西 那其实心性是如此的 你当你有明目之时 你就一定能够入一切圣贤的智慧 对吧 所以将来你真正懂得那个净土时 你一定能够开智慧才对 所以我常说 你要不是只单念佛名 单念佛名 只是假如像现在一般人认为的佛教 只是念佛 念六字弘明 只是委屈的 一直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应你 那个就是世间民间信仰而已 绝对不是大教 你也绝对不相信 中华民族的智慧 是这样子讲大教的 不可能 但是你要是说 真发心变一句六字弘明 他将那个弘明 弘明之中 他潜移默化 倒映出你心水中的智慧 你相信原来 中国人讲的那个弘明 持绵念佛 那是不可思议的 既然他能倒映在你心水之中 那你现前的用度就是什么 现前的用度就是入禅 入一切智慧 为什么叫禅 因为那念智慧 他一定是一切担当 他能担当时 就是我平常讲的 你能担当好 能担当坏 能担当黑 能担当白 能担当大 能担当小 你能骗一切法 能担当时 你这一念 能担当的心 一定是不二 你才能担当二的 所以你在这个智慧之中 你在讲不二 二是不是讲禅境界 所以你讲的无量光 无量寿之中 其实讲的就是禅境界 那平常 有的时候我们讲禅境界 常常每一个人在修禅的很多 修这个智慧的很多 最后你会发现 他只是落在一些现前 他在还是在肢定上的直受 在直受之中 他为什么会落于直受呢 可能就是因地心中 虽然有修如是智慧 但是明目不正 明目还不不正 所以有名言授禅师 叫智觉禅师 叫智觉 智觉就是大智慧 绝了 智觉禅师 所以他懂得当你要修如是智慧 你就一定要有如是明目 从来没有一个没有圣贤 明目的智慧 也不可能有一个 没有有一个叫做 只有圣贤明目 但没有智慧的圣贤 不可能 所以他才会说 有禅 有净土 犹如带交互 他是在这一念智觉上说 他是在这一念心性上说 想你能够在这句名号之中 你能知道这个智慧 他开播的就是华藏一海 他是整整体的决心的担当 那是决心之中 他铺出呈现的剑刺 那就是佛国净土 那叫华藏世界海 所以他是 那个为什么叫一真法界 因为一真 他才能够一切真 什么叫一切真 他就能够圆假 决心一定是一真 但是决心 你看到决心的时候 所以他再黑 他就能够圆黑成黑 再白他圆白成白 他在种种感受 他就可以圆一切法 能够成就现前的种种万化 你在那些万化里面 其实你都知道 那些万化 假他自己不能够成就假的 能成就假的 他绝对不是拿哪个假来衡量的 因为假是不知道假的 能成就一些假 假 我说的假叫假元 叫元起 叫假 能成就假的 那一定是个他 你不能拿哪个假来量他 他就叫真 他就是真 他超越一切假 就是真 但是真是在哪里立的 中国佛教 他决心上的这个逻辑 他一定是 你既然讲真 他一定是骗一些假的时候 才给你立真 你不能骗假 不能立真 对吧 那你讲到假时 你在假在哪里 刚刚讲的假是不知道假的 一定是全部假时 你知道是真 所以这里面 他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作用 这里面的作用 就叫做波罗蜜 这叫道笔案 就打笔案 我指的假 你知道是真 我指的真 你知道其实全眼 全部看到假 类似就是 我现在指的 镜色的色 其实你看的是镜体 我跟你讲镜体 你看的是镜色 对吧 我跟你讲镜体 镜体没有个体可以看了 你就要看到镜色 你要知道是镜体啊 所以你会发现 他念念之间 他能打笔案 直下能通 能打笔案 这是佛门之中的教授 为什么他在佛门之中 能够做如是教授 他就是让你原明内念绝招 就原明内念决心 因为念念之间 你都不能离开决心说的 决心之中说 决的那个假一定不离开决心之中 他本来非种种假的真 对吧 因为真假都是决 决在知道假时 决的能决的那念心 一定不是种种假 决在立真时 他一定是能够原一些假 他一定能成就一些假时 才方便跟你讲真 对吧 所以决心所起的真 决心所起的假 他不会拿决心所起的假 来坏决心所起的真 他一定是一如的 他不会拿决心所起的真 来坏决心所起的假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体的 所以在这个体中 他就有总相 他就有同相 可是既然是决 现真是真 现假是假 所以他才能够清清楚楚呈现 那才能够决啊 你要是混乱也不是决啊 所以在同中 你会发现他就能够成义 能成义 为什么能成义 那能成义一定是 他不会剁在义中 他才能成义的 为什么叫不剁义中 那剁在义中 你根本连义都不知道义 因为差别是不知道差别 能成义 你永远要记住 汉传佛教逻辑 能成就义 意思是你明白义 当你明白义时 就不是义在明白义的 是你明白义 既然是你明白义的 你明白那个心 也从来不会是义 对吧 所以他就会同义 他就会总别 他就会有种种 作用现前 所以在一切别 能别处 能益处 其实他就是 他的总相跟同相 都能够收归一处 讲到这么样的 所有的一些智慧的铺书 一些智慧的担当 就不 其实在你心中 就是一个鸿鸣而已 你立的就是一个鸿鸣 所以那就是 智慧禅师讲的 又禅又净土 犹如带交互 将来说呢 如果禅禅 禅禅是智慧 那是开智慧的法门 智慧在哪里说的 就一句佛名 当然一句佛名 我们现在体会的一句佛名 就不是过去 凡情那个限量说 就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对吧 那你说你不是限量于 一句拿摩阿弥陀佛 那你的一句佛名在何处 你也会跟他讲 就是那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不是是告诉你 不是被限量的 今天跟你说是 是告诉你 这句就是心中念念之间 知道立明立相的根本 那个宏观的阿弥陀佛 那是知道见信 达信的那个阿弥陀佛 对吧 那个不一样 这叫有禅有净土 所以为什么有 人家叫无禅有净土 还有办法 因为你要明目确定的话 你一定入智慧 但反过来 你明目要是确定 吃产的话 一定能入智慧 反过来说 你要有智慧的 他不一定懂得明目 就类似我说 你常常在静色 你不见得知道是晋体 但是你要站在晋体上 你将来一定会慢慢 深入静色 懂吗 这个智觉禅师的 他在心境上 既然讲智觉 就是在这一念 决心上说的 我心里有没有 这一念 我心里会有 这一念 是 我心里有 这一念 我心里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